好 所以這樣可以比較容易看得清楚嗎 包括這個電腦揮組的部分 我們可以清楚這個 影響有多大 OK 這樣有概念嗎 有沒有比較概念一點 你看我的距離增加一倍 我的面積增加的是四倍 是平方倍 我的距離如果增加十倍 我的面積增加幾倍 100倍 那是平方倍 那相對來講我的影響是會降低 它的密度就會降低為一百分之一 對不對 就是距離平方的分之一 好 那我們回到萬用影響的部分 萬用影響怎麼去解釋呢 什麼時候會有萬用影響 什麼情況之下會有萬用影響 有質量之後 有地球的時候 跟地球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你用這個解釋 萬用影響不太好 為什麼 解釋光線比較好 其他都一樣 萬用影響跟萬用 影響的話 是物質跟物質之間的影響 可是它明明是什麼影響 影響是這種說法 可以說是這種假說 它成不成立嗎 可是它有物質跟物質的話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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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假說 這個假說 可以用在所有的... 物體的... 有質量的身上 如果可以的話 它就是成立 這是假說而已 但是它是讓你被證實 因為你推翻了它 對啊 它是成立的 在數學公司上 它是被成立的 可是它沒有這個線 陳佑怎麼就放進去 它是個無形的線 是個影響的器 你就放進去這樣子 聽得見嗎 就像赤道 你看不到赤道 對啊 裡面有那條線 那我們可以說 那邊就是... 那是想像的 對... 我們看不到那條線 就要你看到 這是北迴歸線 地上面有一條線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說 那邊有一條線 是太陽可以指側的 最北的一個地方 OK 影響線 影響線是想像的一條線 就跟磁力線 磁力線是想像的 我們沒有辦法注意 光線 我們可以看到光線嗎 光線 光線看不到 而且光線 事實上有什麼 光線 它是光芒 也不是光芒 光芒有什麼意義嗎 它是電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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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個歷史現象 那天佑 我覺得你做到前面 你這樣影響到余龍寫作業 你這樣余龍華寫作業好 我可以在寫作業 我可以在寫作業 我擔心 因為你們比較容易有互動 對 你們兩個比較容易有互動 沒有 加上去 我們上一節上什麼 我 上一節上那個 亂戒 亂戒 對 亂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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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先把它看 十多錢 就好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兩個物體 放在一起的時候 假證之間的質量有了 有個距離 距離要從直行開始量 是 距離 那我們會發現 彼此間有個吸引力 對 好 等一下我們 那個 二分之R 為什麼 二分之R 因為它一半 好 我們也想說 很早 就是想看兩個時間的距離 就是R 就是R 距離是R 它有個吸引力 F 好 請問一下 小M被大M所吸引的力 跟大M被小M所吸引的力 一不一樣 不一樣 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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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 因為 那F吸引力比較大 好 吸引力跟誰有關 跟質量有關 跟誰的質量有關 那本身的質量 只有 指跟本身的質量有關嗎 對方的質量也有 也有 也有關 譬如說 我在地球 跟 我在地球 被地球所吸引的力 和我吸引地球的力 一不一樣 我 吸引地球 跟地球吸引我的力 一不一樣 一樣 一樣大 這應該是一樣大 好了 回到我們反蹤力 反蹤力好了 其實我們在講蹤力 反蹤力 可能有個地方 沒有特別去解釋它 我會以為 那時候也有清楚 但是後來 不然做一張張 看起來有些 同學很不清楚 好 這是一個牆 我去推這個牆 一個人去推這個牆 好 他推給牆的時候 他四個力可以做給牆上 這叫做作用力 我作用在牆上 好 請問說的反蹤力是什麼 你作用給他 他作用給你 牆作用在人身上 對不對 對 牆作用在人身上 他這個力 大小 相等 相等 為什麼相等 我們說大小相等 為什麼相等 反蹤力 反蹤力 事實上就是 嚴格來講 事件是 對 目前我們關上來講 他就是相等 蹤力跟反蹤力是相等 你給他多少力 他就給你多少力 我打牆壁1公斤 牆壁就打我手1公斤 好 大小相等 好 方向呢 相反 方向相反 為什麼方向相反 因為是他給你 這也是觀察的 我作用在他身上 他作用在我這邊 所以方向剛好相反 對 方向相反 然後 作用 作用點呢 相 作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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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用在牆上 那牆作用在哪裡 我 牆作用在我身上 所以作用的物質 是作用點不一樣的 作用點不同 這樣 這樣 不重要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在解釋上很多人很清楚 可是這樣你找不到還沒清楚 再講一下好了 我們有一個 剛剛講作用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提一下 為什麼這裡不見 要再說一句 好 有些比較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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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時 沒有 我們這一組生活交通 問一下他主 好 聽 那個 抖動衣服時 可以抖動 把衣服上的分子抖掉 為什麼 不一定 因為他的附著力 有時候可以把分子抖掉 為什麼 慣性 因為 滑滑的 滑滑的 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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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ing 大家都不會 不要聽他不懂 好 慣性 請讓你解釋一下 抖往前抖的時候 灰塵會往前了 後 灰塵會往前就自己踢 嚴格來講 如果你抖的時候 右進灰塵 我手指手代表灰塵 這是我的衣服 我突然拍的時候 灰塵 有慣性 我突然拍衣服 衣服會被人移動 灰塵在那個 撒那間有灰塵 他會停在那邊 那邊 所以這時候 灰塵就脫離了 那我如果是來回抖動 就像先右腳 給他一個上向的速度 向上速度想往上 瞬間往下 灰塵就被我脫離了 所以簡單的灰塵拍拍拍就掉了 比較難的是灰塵用力抖 跟難的就要拿東西刷了 所以這是兩個強度 第一個強度是我直接拍就掉了 第二個是先給他一個速度再往下拉 他掉了 因為他有向上的慣性 向上的慣性 向上的速度 我這時候給他另外一個速度的時候 兩個速度差很大 那什麼叫離心力 這邊同學有寫離心力 什麼叫離心力 離心力就是遊樂園裡面會用到的力 遊樂園用到的力 什麼叫離心力 你舉個力 選擇木馬 選擇木馬的離心力在哪裡 我記得台北市立 因為娛樂中期有個 遊樂園園的向上的行李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甩 甩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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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鎚 我這樣手拿著 流行鎚跟流行鎚沒關係 好 這個不是 秀立心 這是一個梗的 這不是一個梗 我用手這樣抓著他 我這樣甩 甩這個球 這繩子給這球什麼力 繩子給向心力 向心力對不對 離心力在哪裡 球 球怎麼樣 球在旋轉 球在旋轉 離心力在哪裡 球在旋轉啊 離心力在哪裡 球要旋轉 要什麼力 要離心力還是要向心力 離心力 要求旋要向心力 要向心力 球往外跑是有向心力 有離心力 球往外跑 因為你每轉到一個角度的時候 球會往前面的地方 請伸 萬心力 OK 其實神要講得非常接近 我們第一個來講 離心力可以說是向心力的板座用力 從板座用力來想像的話 這條繩子給球拉一個力 叫向心力 離心力在哪裡 誰給誰 求誰給人 求給人 或求給繩子 對 球坐在繩子上的就是它的反座力 對 球是坐在這邊 對頭繩子來講 繩子拉球 有沒有向心力 球拉繩子 類似離心力 離心力也可以講就是慣性的影響 因為球想往前面走 可是瞬間拉回來的時候呢 球會覺得好像有個力是往前面的 那是一種想像的力 離心力是一種想像的力 離心力不存在 離心力不存在 那向心力也存在 向心力是存在的 離心力不存在 離心力是想像的力 離心力是這個人 譬如說這邊有個人 他覺得被甩出去 為什麼他被甩出去 他覺得他好像被一個 離心力甩出去 上的力是因為他本身慣性的影響 他慣性想往前 但是車子要右轉 車子為什麼要右轉 因為 因為 等一下冠底 你在做什麼 我在畫這個 你不用畫了 你可不可以專心聽課 可以 你要不要把電腦收起來 你碰到我的攝影機 先收起來 把電腦收起來 不要再畫了 因為這時候專心上課 幫你回去誰幫你上課 蛤 沒有用啊 你為什麼不仔細聽呢 現在TK討論 你TK討論 你TK討論 會跟你討論 這樣算什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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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心力在哪裡 你看水不會往下掉 水不會掉下來 是因為牆壁擋住它 水 不是 我往上這樣轉的時候 水 水不會掉下來 因為它惯性的關係啊 這應該也像離心 離心力在哪裡 離心力誰給誰作用 離心力是誰給誰作用 我們都習慣講離心力 那我追求你 我被我推志宇 可是你會覺得 受到一個推力 誰推他 我 我是私利者 他受到一個推力 對不對 這是世界不能 離心力是誰作用在誰身上 誰作用在誰 所以我的力一定有一個私利者跟受利者 離心力的私利者是誰 是那個 水啊 球 水吧 我最近那個之語 好 離心力這種感覺 我說為什麼這種感覺 這個球 假設是個雲霄飛車好了 人最後在雲霄飛車 一個旋轉步馬上雲霄飛車好了 人最後在飛艇上 他會覺得有力往外推 可是力他說不上來沒有人推我啊 為什麼會覺得有力往外推 你坐在車子裡面 你用爸爸媽媽開車 坐在車子右轉 你會覺得有力向左邊走 剛好坐立場 你車子突然左轉 你會覺得有力向右邊轉 右邊推你 為什麼會覺得有力推你 誰推你了 老師覺得就是在於老師的錯 有慣性啊 他是慣性喔 離心力是來自於慣性 是用想像力的 他不是真的存在 好嗎 他是因為我覺得好像有人推我 可是那個人不在啊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向右邊推 因為車子突然向左 因為我習慣向前 車子突然向左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力向右邊推 那是慣性的影響 OK 好 那個 雨龍你可以寫作業 你不要怕在那邊啊 你要想一想 有什麼問題先記錄下來 我們可以討論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離心力是用想像力 離心力不真實存在 好 離心力沒有真正有誰推你 嗯 在這邊有著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不是離心力喔 反作用力是球拉伸直的力 OK 好 所以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清楚嗎 我為什麼 在太空中我如果丟個攝影機往這邊丟 我往這邊跑 我往這邊跑的原因是什麼 誰坐到身上 因為沒有差力 誰推我 誰推我 誰推你 攝影機 攝影機推我 你要你丟攝影機 我丟攝影機的時候 我丟攝影機是不是給攝影機一個力 攝影機同時會推我一個力 這叫反作用力 那其他 我推他的力量比較大 還是攝影機推的力量比較大 你推他的力 一樣 一樣 一樣大 坐力跟反作力是一樣大的 你說你在宇宙嗎 不管在哪邊 都一樣大 只是在這邊 因為你有個摩擦力 然後你有個重量 所以你不會往後 對 在太空中的話 我我推 好 我推他 是攝影機跑得快 如果跑得快 一樣 應該是他跑得快 為什麼他跑得快 因為他斜了 OK 被他跑 欸等一 這邊嘛 差點 兩個中間 我推他跟他推我的力是一樣大的 但是兩個質量大很多 質量大的 加速度 就小 質量小的 加速度就大 對不對 所以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從 私力推到這邊 放開了 這邊有個加速度的時間嘛 對 所以你最好加速度 經過一個時間之後 你就得到一個速度 對不對 對 有個加速度 有個時間 你就得到一個速度的嘛 所以兩個分開的時候 就有一個速度 誰的速度大 他的速度大 為什麼 因為他的A比較大 他的加速度比較大 經過同樣的時間嘛 相同的時間 得到的速度 又會跟你的加速情證比 對 所以我推他 分開的時候 因為他質量小 他速度比較快 我質量大 可是我就有速度啊 我就會移動啊 火箭是這樣的 火箭的飛行 是火箭在推誰 火箭的飛行 是火箭在推地板 推地板嗎 火箭啊 火箭在推什麼 他推什麼 他推什麼 推空氣 他推空氣 他推空氣 他分離啊 火箭分離跟誰分離 他不在空中 會 沒有啊 現在火箭有多種 有單捷火箭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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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單捷火箭啊 沒有啊 有單捷火箭啊 他把空氣噴出去 就好像他 火箭裡面有很多空氣 他不斷把每個空氣噴出去 丟丟丟丟丟丟丟 他不斷火箭啊 他說 他有火噴出來 竟然把空氣都噴出去 然後流下來 不會噴完啊 流下來 流下來的火箭啊 我沒有 他說 當你把空氣都噴完的話 你留下來什麼 那如果你說有空氣的話 代表他沒有噴完 所以我跟他講說 因為你沒有把 我說 噴空氣就把噴完沒關係 你再噴完 你上罐了 往在太空中 你有沒有看過太空人 他的微調 他後面就講的 類似像講的 噴空罐 譬如他往前 滋滋 他這樣噴一點氣 噴一點氣 他就可以改變方向 會移動 會噴完 噴完就噴完啊 噴完就留下我而已啊 噴完就留下空罐之類啊 不是嗎 那你呼吸 你呼吸要不動 那呼吸要呼吸啊 呼吸在火箭裡面啊 對啊 所以他就是問真哥 他說 他說 那如果噴完了 要怎麼辦 噴完沒有怎麼辦 噴完就留下火箭啊 不是 老師我覺得他的意思是 他說 裡面的 如果那個沒有噴開的話 那他噴完之後 裡面是不是會被干擾 干擾都沒有 你不會把火箭裡面人 呼吸的空氣拿去噴 不會啊 他就是用很多解 我跟我的意思說 要有空氣太久 啊 跟我想講的意思 那你意思是什麼 我意思是說 假如說他 他不是在外面的空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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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噴噴噴 就是他在噴上去的時候 不是 底下的火 會把空氣都噴出來 對 他底下的火 如果都把空氣噴完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是啊 他就飛到太空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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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掉下來 對 不然怎麼樣 你認為怎麼樣 對 你有什麼預期 我誤會他的意思 他是問整個 你有什麼預期 我會以為他會那個 好 火箭有兩種 一種叫固體火箭 一種叫液體火箭 對 主要是講燃料物體 他裡面的燃料呢 有些是固體的 固體就好像是我們的火藥一樣 固體它是固體 就像你拿一個木頭去燃燒 它會產生二氧光彩一樣 他用的固體是一種火藥的東西 它燃燒成大氮氣體 不然你先把電腦合起來 把電腦合起來 不要用電腦 可是我會聽過的事情 我現在告訴你有啊 你用充電器去固體火箭啊 是啊 那是固體啊 不然他這樣換火箭 換火箭啊 火箭是非常聽 我已經聽過液體火箭了 也沒聽過固體 那現在告訴你 這就是固體固體 液體火箭呢 就是裡面裝了什麼 可能是氫氣 或者是裝了一些液態的 藥料 它跟氧氣都燃燒 所以那有一罐是氧氣 有一罐是氫氣類的 氫跟氧氣最冬過的 燃燒之後它噴氣出去 噴水氣出去 水的氣體 所以這時候他只把每個分子 就要他手上你帶在空中 拿一堆粉筆 一顆一顆粉筆往外丟 你會不會前進 可能會 就是會啊 不是可能 就是會啊 你就是會前進啊 你就是會移動啊 OK 你看我們把氣球推起來了 放開 氣球為什麼會跑 可是我們在外太空推氣球 就放開 沒有 還是會 因為它裡面的氣在推外面 你在推氣球 在推空氣 空氣的反作用力推氣球 沒有 如果在外太空就直接把它放開 它會慢慢的移動 還是很快的移動 很快 它會維持一樣的速度移動 什麼樣維持一樣的速度移動 所以它講的是氣球 氣球放開 讓氣球的氣噴出來 會怎樣移動 他會跟在地球的狀況是一樣的 是喔 我覺得差別比他 但是有可能怎麼樣 你在太空中 如果拿個氣球的話 那氣球可以爆開 就可以爆掉 因為它 因為外面是真空 所以你壓力差 因為外面它沒有空間 不能不熱 因為外面它沒有空間 不能不熱 氣球的空間 本體老實說快到了 外面不熱不熱不熱 不會不能不熱 不會不能不熱 會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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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邊整個很冷 如果你要穿白空燈的話 其中一邊可以把你的血液結束 外面會有一樣的血液費 沒錯 沒有 但是不會不可能不熱 原來很過程 不可能不穿 你不會跑來跑去 你不會跑去 那至少是相隔半個月 而且宇宙沒有空氣 你穿牛油一定不死掉 還有膚色 對 沒有空氣不會立刻死掉 但是低溫會讓你們 應該會很快死掉 低溫的部分 比較低 宇宙是負多少度 宇宙 如果在月球上的話 沒有上誤太陽 可能是300多度 對不起 不是負三度 負100多度 好天啊 可以殺死一個 很冷 那所以我 那如果把水 給倒在外來碰 它會結洞 廢話 你可不可以 它有可能氣化 因為沒有壓力 它會瞬間氣化 那油咧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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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邊會會氣化 油可能會氣化 我不確定 可能會結洞 因為壓力就會氣化 壓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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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再啟動 然後再啟動 對 然後你就 因為那罩子是透明的 所以 沒有 沒有 我想問一下 空氣這樣子一抽出來 然後 宣衡水裡的空氣 都想要往外跑 然後 結果的水又開始 飛起來 但是溫度是一樣的 對 那衣服會有被動 對 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太空哪一個火把火把 會洗掉 不會 不會 不會啊 沒有氧氣啊 可是馬上熄掉 還在 馬上熄掉 那個槍可能在太空發射 可以啊 可以啊 這次也會有後備 剛剛自己講的東西 一直抽吸 一直抽吸 其實它不但它只是沸騰 它馬上就會結冰 如果水夠有多的話 它就會結冰 如果再抽真空一點的話 它冰會開始氣化 冰有的氣化 我們講過了 所以就要再攻它 然後冰爆會有的氣化 蛤 再玩再附嗎 不是啊 我們臉都會自然 不會自然 因為它沒有氧氣 子彈在太空會慢慢的飛過去 很快啊 還是很快 就是相同伺候 因為沒有阻力啊 對呀 看你 你子彈如果用手丟 那是慢慢飛啊 那我說是用發射 那它那很快啊 我會浮起來 為什麼浮起來 為什麼浮起來 因為沒有重力 那就是我沒有訊號 對啊 沒有 你在地球上的 你在地球上的力 你 在地球上有把槍 砰出去的時候 像子彈的時候 你在外太空裡 砰 手受力不一樣 所以外太空會比較快 聽我把話講完 你在地球上 拿一個手槍 砰 這個手槍給子彈的力 跟我到外太空去 砰 這個手槍給子彈力 一不一樣 一樣啊 但是 加速度就一樣啊 在外太空會比較快 不會比較快 會比較主力 如果你一直看著子彈的話 那你離開槍頭的速度是一樣的啊 對啊 我說它在飛行過 但會一樣在太空中比較快 所以我們講 你看 太空試開槍過了 有啊 有啊 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說到地球裡面 然後把地球過 所以你要說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這樣會自傷 因為它如果一個不小心 你看太空都 會去用手槍的原因 不小心可能會造成爆炸 因為會把太空槍給打爛了 對 對 剛才講 我們沒有為太空人 準備什麼特殊的武器 是因為我們不認可 在太空會遇到什麼樣子嗎 可能會遇到外星人 這樣機率很低 他會遇到小型 小型巾朝你這樣的狀況 因為小型巾不用拿手槍啊 不是啊 因為那小型巾你拿手槍也沒有用 對啊沒有錯啊 也沒有用 要拿手 沒有用 都沒有用啊 你就是要逃難啊 他沒有一個可以把它炸開了 有東西嗎 沒有 沒有辦法處理啊 我們在太空中 如果要小石頭的話 我可以問一下 黑洞到底是怎麼構成的 黑洞就是一個很大的質量 多大的質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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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連光都逃不出去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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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就是那黑洞剛才開手 連光就讓它彎出去 沒有可能 噢 噢 沒有可能 但是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黑洞旁邊開手 你應該沒那個機會 你應該沒那個機會 你是不是又被吸進去了 進去 進去就沒了 進去 我們這樣不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人進去後 然後知道他進去 沒有人進去 沒有人進去出來 你想想幹嘛 我現在灌來個東西 我不用我現在看到你 為什麼看到你 因為 因為 沒有光 沒有光打到你身上 反而知道運氣對不對 可是你會沒有光 可是我不是沒有光 我不是說如果在 如果在那個 宇宙發生外太空 而且是在我們那個銀河系 可能太陽會被吸進去 你終於掉了 你終於掉了 假如說 假如說 我們在這裡附近 產生一個黑洞 太陽會被吸進去 所以幾分子也會被吸進去 我們地球導致先被吸進去 要看黑洞的質量打開 如果黑洞換起來 沒辦法突然出現一個黑洞 沒有辦法突然出現一個黑洞 沒有辦法突然出現一個黑洞 如果行星爆炸可能會產生 但是在我們這附近 在太陽系裡面 已經沒有這種能量 足夠產生一個黑大光壓 這比有黑洞的東西 有這比黑洞的東西 恆星死亡就有可能會產生 什麼 恆星死亡之後 但是恆星死亡 那個整個質量的變化是緩慢的 所以它還是有可能產生 它不會讓旁邊的東西吸進去 它不會讓旁邊的東西 就亮現在的太陽 那太陽如果突然變成黑洞 我們的地球的軌跡還在這裡 我們並不會吸進去 可能我們這裡會變成一件黑洞 好 停 我們再回到講萬有引力 這是一個小質量 這是一個大質量 我們的萬有引力 這兩個力一不一樣大 我吸它跟它吸它 一不一樣大 一樣大 因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它可以對吸進去 它是對吸的 就像我現在吸 自己跟自己吸的量是一樣大的 好了 現在兩個力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力正比於質量 它也正比於這個質量 它還正比於R平方分之一 這叫做分R平方成反比 它既然跟這些都正比 假如我們先講一個方程式好了 所以假如我們先講一個方程式好了 什麼是A呢 A是個係數 是係數 可是你應該講是黑洞 對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聽我把這個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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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個係數 好了 假設x等於1 y等於多少 x等於1 y等於A y等於A x等於2 y等於A x等於10 y等於A 是A 好 這個看得出來 在這邊是不是看得出來 x越大 y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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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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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喔 這是越大 這是越小 看到沒有 這就叫反比 你清楚嗎 所以乘正比的時候 我們會把正比的東西寫在根子 乘反比會寫在根子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喔 那F5如果要做一個等字的話 F5會等於什麼呢 我們會把大M 小M寫在根子 R一方會寫來分泌 對不對 可以寫等合語嗎 不可以 不可以寫等合語 因為它是正比關係而已 所以這邊有個係數 我們用大G來表示一個係數 為什麼大G呢 因為G是gravity gravity是中離的意思 所以這就可以寫要等化了 所以我只要可以把大G找出來了 我只要知道這兩個質量 我只要知道這兩個質量的距離多少 我只要知道中離有多少 就可以寫 好 問題是大G是等多少 現在有人寫出來 有問題是這個公司之後 又隔了50年 才有人算出大G 所以這大G怎麼算 這大G怎麼算 這大G怎麼算 這有固執喔 怎麼很講 很簡單 我只要把兩個質量找在一起 等到一個距離 我這個算是大G 因為那兩個字面有多少CB 你看 這邊物體 我只要兩個字面有多少CB 我只要知道這G有多少CB 不是嗎 我兩個字出來了 為什麼兩個字出來了 不差力 我可以把它選個方法 為什麼量不出來 因為氣力太小 太小 非常非常小喔 至少是10人 負10次方褲 非常非常小 小到量不出來 所以沒有人可以量 可是有一個人想出一個好方法 他怎麼量 他怎麼想出一個好方法 用地球跟這些東西 不是 他沒幫助地球 他用磁鐵 磁鐵 磁鐵就磁力啦 這跟重點什麼關係 對 夠 先把兩個球掉起來 鐵球 兩很大的球 大概是50吋的球 那我看到你講過了 我講過 然後咧 你就記得他們 一段時間會他們會進多少 一段時間會進多少 他們距離會減少 不不不 這是棍子啊 棍子把它撐住啊 他會旋轉 對 他只會旋轉而已 那你跟我講 他會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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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就會形成有動機了 不不不 他不會一直旋轉 他會一直旋轉 他會一直旋轉 這質量你也知道嗎 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個球 看過嗎 兩個球會有吸引力 這邊會有吸引力 假設這個吸引力 存在的話 是不是他就會旋轉 是 是他會旋轉 50吋喔 50吋是很重的喔 就是5萬公斤喔 大概還是看不到 因為旋轉太小 那力量太小 看不到 但是你只要他會旋轉 但是你沒辦法量 怎麼辦 然後你就一個聰明人 那客人家想半天 他有一天就經過一個小孩的房間 那小孩子在玩什麼 在玩鏡子 他在玩鏡子 我以為你要說那個客人家 他經過一個小孩子 為什麼變小孩子 就從他走過去 沒有 小孩子在玩鏡子 拿鏡子照幫忙 拿光照他 那客人家一直閃 都閃掉 因為光一直照他 照他 照他臉 四眼 他想說 你看小孩子動一點點 可是我從跑 都離開那個光 光影照也不舒服 所以他就在其他地方也擺滿 不用其他 他在上面擺個鏡子 我光打過去的時候 我只要旋轉一點點 我真的光是會移動很多層 他看光的改變 我看光的位置改變 我就知道他轉多少 喔 聰明吧 我只要這樣轉一點點 我那個光是跑很多 那太陽下山就不能實現 那我用太陽光 我用雷射光可以吧 那時候沒有雷射光 對啦 他用太陽光沒有錯 但是我只舉個例 我高控足光的 OK 你知道意思嗎 他這種方式 他就可以撤出 他轉多少 重點是黑洞啊 為什麼我只要是 我們先把事情講完 講完了 聽到沒有 講完之後 他結合上禮拜講的圓肚運動 好 所以知道萬元利呢 圓來了 是這樣來的 這樣沒問題吧 我們可以求出來 所以萬元利公是這個樣子 他跟兩個質感有關係的 對 好了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這是太陽 假設這是太陽 對 這是太陽 這是地球 好 現在太陽的地球距離距離會改變 不會 它會改變嗎 目前來講不會改變吧 對 地球質量會改變 不會 地球質量不會改變 不會 如果變黑洞化質量會改變 不會 如果變黑洞化質量會改變 為什麼 因為那個 那個 你怎麼 我也不知道講 講完 看科學雜誌就有精神了 我不看科學雜誌啊 我就問你啊 為什麼會變大 反正就是科學雜誌看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為什麼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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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行行到 因為屁根子太多 所以黑洞可以把批分子吸氣 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黑洞 黑洞有中子星的一種轉換 怎麼可以去做 他在那一種轉換 什麼都可以吸進去 好 什麼叫中子星呢 中子星 中子星 好 一個原子核 旁邊有說電子 好 這是電子 電子 電子 原子核裡面有什麼 原子核裡面有直子跟那個 直子跟什麼 直子 原子電子 我還沒有聞到電子 電子在外面 中子直子 原子核裡面有直子跟中子 直子核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然後電子帶負電 好 那你會想像一下 事實上直子就是 中子有真子 他不是他的能量那麼大 什麼能量那麼大 等一下 等一下 先等他講 直子是正電 電子是負電 當你把電子跟直子 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不帶電 對 事實上他就是變成中子 所以中子就是一種產物 是什麼 直子跟中子合併在一起 他就是中子 他就是中子 對 所以如果你說的星球 如果他藍刀帶進能量耗進之後呢 你就是他就變中子 中子呢 他沒有電子的時候 你看我們一個原子大小 是靠電子撐起來喔 電子在外面跑來跑去的時候 他撐起一個空間 這空間則是電子大小 這原子大小 可是如果原子沒有電子的話 這個大小會縮小幾倍你知道嗎 直徑他會縮小一千倍 直徑是縮小一千倍 你看這麼大 一千倍是大概的 你看這個電子這麼大 這個原子這麼大 是他的原子 直子合 他的原子合可能只有這一點點 這個原子合的直徑 跟整個原子的直徑 是差在一千倍 當這些電子都不見的時候呢 這個原子 就變成 多少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體積來講的話 就是十的九十八分之一 十的九十八分之一 記不記得喔 我們剛剛不是講過了 長度縮小一倍 面積是縮小四倍 體積呢 縮小八倍 因為它是三十八 但我的尺寸 長度縮小一千倍 我的體積縮小幾倍 是十的九十八分之一倍喔 等等等等 如果假的說一個原子合 裡面沒有中子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會 沒有什麼事情 沒有中子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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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有放這些原子 因為它就把中子給打出去 沒有關係 中子打出去 但是沒有電子 一個原子 如果沒有電子 中子就沒有空間了 它空間不見了 中子 如果裡面就只有直指跟直指 會發生什麼事 不會什麼事情 就只有直指 就直指也沒關係 就帶針電 就帶針電嗎 對 好 我們地球 這麼大一個地球 假設我們地球 所有電子都收縮 這叫溃縮 這叫星球溃縮 星球本來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撐 電子不見了 溃縮 喜歡地球變多大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猜猜看 對 其實在台灣 十九四公尺 大概就是我們學校這麼大 很好 那一天一定要來上課 每天 來著就把它乾淨 好 想想看 我們的溃縮跟誰有關係 跟距離有關係對不對 你現在距離地球的直心有多遠 離 我們要離地球直心 地球的直心 核心 九萬公里 九萬公里 不是 斜捨 拿地球的圓周長數一拍 非常好 圓周長數多少 不知道 有一個說法就是 三十六萬 光走六馬 光走七圈半 光一秒走七圈半 光一秒走七圈半 光一秒可以走七點五圈 對 光一秒走多少 但是重點是 十的八四方公尺 光一秒可以走十的八四方公尺 所以十的八四方公尺 所以一圈多少 一圈 一圈 一圈的多少 走過去嘛 可以 等多少 等一下 七邊五嗎 很難耶 真的超難 很難喔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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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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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能是四 我猜嘛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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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以10的7.5公尺 這是地球的圓多長 圓多長4乘以10的7.5公尺 我們注意拍,陳佑強注意拍 1.3乘以10的7.5公尺 這個呢,是R 所以我們現在所承受的重量呢 大概是這樣,是1.3乘以10的7.5公尺 在地球的質量,在乘上我們的質量 在乘上的G 是我們目前所做的力 好了,地球突然收縮 收縮,收縮變多少? 不是只有1000倍 如果你說我們這樣垂直的話 其實就差不多才50公尺 200公尺 直接假的 4乘以10的7.5公尺 變成4乘以10的 變成200公尺 就只有變成4乘以10的10 你的這個 這個本來的力是這麼大 分母是這麼大 現在分母變這麼小 需要力量是變大還是變小 力量是變大 變多大?變幾倍? 看它幾倍了 看它幾倍了 這是2乘10的平方 其實這樣是4次方 這是4次方 大概10的10次方倍 我們的力量是增加10的10次方倍 所以就是說 瞬間講過我現在是公斤 我現在是80公斤 我會覺得我現在是幾公斤 講在地球變成 我會覺得現在是80的 80乘上10的10次方倍 就是80乘上10的10公斤 20,100千塊 那千塊會變成什麼? 我的一塊 肉糰 我也編成肉糰 我會變肉糰 我就縮小 當場縮小 當場縮小 我感覺你已經有8兆的公斤 對 我覺得當場縮小成這樣一塊 你的骨頭會斷掉 不是斷掉 就是縮小變成跟中子一樣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重力很大 力量很大 所以你整個縮小 就一向就被擠說了 又壓說了 那你試一下那些 所以假設地球是這麼小 地球是這麼小 我光線的旁邊經過 距離天下這麼近 光都被吸進去了 因為它承受不了 因為你的距離很近 你的距離很近 你的影響就很大 你的影響就很大 因為你的塔很小 對不對 它的質量還沒有變 所以所有的黑洞對誰有影響 對 靠近它 靠近它有影響 你如果離太遠 你如果離太遠 離太遠很遠 它平方很大 有影響嗎 沒有 你沒有影響 你不把它吸進去 嗯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樣太陽 你到了它在旋轉的時候 我源頭上有一個 太陽吸引我的 太陽吸引我的這個重力是什麼 是不是到了太陽轉的力量 對 當有一天太陽變成黑洞的時候 沒有 質量會增加 沒有 但是我們這裡會變成一些黑洞 當晚會變一些黑洞 因為沒有光 其實沒有關係 質量會增加一點 是來自於 太陽本身的融合反應 它質量會增加一些 但增加什麼 那有人知道太陽是如何產生 太陽是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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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就是要讓一個小宇宙爆炸 類似這樣 是剛灰塵聚集的時候 宇宙爆炸太陽 它的分配不會那麼聚集 所有東西都好像變成氣 不會 它有一些能量的遺跡 什麼叫超新一爆炸 超新形成很形成的 就是一堆能量 變成一個星球 變成能量 不是瞬間的 我都看了 那它怎麼形成 是灰塵慢慢聚集的 那是我們一般的星球 是灰塵聚集的 宇宙 就是恆星也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不能做出一個人嗎 現在我們的科興 應該不能做出一個人嗎 做出 可以啊 現在英國你在研究 核融合反應嗎 可是這樣子 中文的星球不是就會有 會怎麼樣 你要做出一個太陽 就是要有一個小宇宙的爆炸才會 不用啊 它就是把能量集中 把能量集中 讓核融合反應 它成端能量去向太陽 而且聽說太陽只剩三一年就同意 這跟 你又跳題了 你這樣回到原來的螢幕嗎 做這個小太陽怎麼樣 我說這個小 我說這個小太陽 它 核融合反應 是 也就是說 只要一個能量聚集起來 就可以變成太陽 那你要看你怎麼定義太陽 因為重點是你要 你要用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太陽 太陽就是一個恆星 那我們也做不出來 因為地球質量沒有太陽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在地球做這個太陽 講正點定義是因為像太陽那麼多質量的話 地球都做不出來 因為地球質量不多 所以如果你說你要像太陽一樣 有那麼多能量的星 那也做不出來 因為地球沒那麼多能量 但如果你的定義說 像太陽可以產生出那麼大的溫度 讓我們做得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核融合反應 因為它是一個核融合反應 現在不用你回去找到這些 等一下可以找到 OK 好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 我覺得這個發音 不是 好 那個 志宇 你這些 你有想到的 自己搶的方式 距離一點 拿 paper 自己搶 四十分 四十分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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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二顆 還有油油 他看那個油油 喔 你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你敢 你敢 你敢